数字货币市场的半夜进行了一波沙跌 那么目前盘面有哪些新的结构 有哪些潜在的新的走势 如果您对这个感兴趣呢 请随我们一起看回盘面 好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5月9日 也就是前天TradingView上面发布的一个观点 那么认为呢 这一段暂时看还是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过程 需要测试的一个位置呢 就是上方的这个楔形的形态的压力位和这个供需的压力位 其实是重合的 那么下面呢也是形态的一个支撑位和这个供需上面的一个支撑 是有一定的重合的 我们也有说到这个变盘在计哪面方向出了 那么我们跟随哪一边 好 我们来看盘面实际的一个情况 实际的一个情况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半夜的一个下沙中呢 首先昨天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发的这个观点 那么它有一个向下测试 然后又起来 但是后面这个反弹呢 依旧没有突破这个区间 那么在半夜的这一波下沙中呢 目前来看的话 暂时来看这个楔形的形态是进行了一个跌破 但是供需位置还没有啊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明显的压力支撑互换的一个这么一区间 所以如果您要去想根据这个形态去介入一个空单的话 那么我建议是把这个供需的位置也跌破以后 那么你再去考虑这个事情 可能你的胜率会高一点 止损的也会好挂一点 但是这里有一个位置是我之前疏忽掉没看到啊 这也是一个群有的提醒 那么这里可以大家看到有一条这个绿颜色的线 其实这条线也很有意思啊 这条线的从结构上来说的话 和上面这一条浅蓝色的线 其实正好构成了这样一个通道 那么目前呢可以看到晚上的这个下跌 其实是正好跌到了这个通道的位置啊 非常的巧 所以呢 这个通道我认为还是有效的 但是从我个人的交易角度来说呢 这些不管是通道还是楔形 这些都属于结构上面的形态 那么结构上面形态的这些线的压力和支撑的效果呢 肯定是没有这个水平的这些供需和供需层面的这个压力和支撑来的有效 那么比特币目前的一个状态呢 还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整个的这一段过程中呢 其实但凡是下跌它的一个成交量呢 都是要略微的比这个上涨来的明显一些的 从成交量上来说明的话 就是空头的力量似乎是比多头更强一些 下面看完了这个四小时级别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我们先把这些线关掉 其实你发现为什么看日线级别就能清晰的看到 为什么其实我之前一直有说过一个空头的一个最后止损区间 就是在这个位置对吧 比这个稍微往上一点点 大概这个位置吧 因为你从日线上来看的话 这些位置是不是很明显的 一个压力支撑互换的位置 之前的一些上冲呢 这些都是上不去的位置 都插了好多帧对吧 那么下来的时候呢 被贯穿以后一直到目前的一个反弹 其实整个这个区间也尝试了多次的一个上探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暂时还是没有那么明显的效果 充分的被这样压制了下来 所以比特币目前的一个情况呢 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大家做多的话呢 要谨慎一些 至于做空呢 还是我刚才有刚才有说过的 你要等这个供需的这个位置也被跌破 那么你再去考虑这样一个做空 然后止损呢 其实也比较好挂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四小时级别 这里也出了一个压力支撑互换的这么一个位置 之前插针的一个被反弹 那么凌晨跌完早上的一个反弹呢 也在这个地方插针 那么如果你在跌破这个位置以后去做空呢 你就把止损 如果你是做一个短线单子的话 就挂在这个位置就已经是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那么如果它产生进一步的回落呢 下面的这一个区间是格外需要值得注意的 因为这个区间呢 也是之前进行了这样一个多次的测试 对吧 这样画出来大家就能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 如果这个价格再下一步下来的话 再达到这个位置 没有明显的一个放量打破特的一个动能 反而是一个缩量 甚至出现一些盘整 或者出现一个即使插了针 但是马上被一个大阳线拉回的话 那么出现这样的结构呢 是去可以介入一个多单的 还有一个情况做多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以上说的那些呢都不成立 那么它从这个为止呢就直接进行了一个反弹向上 那么反弹向上呢 在目前这个结构我认为也不需要突破上面这个区间了 只要能达到这个位置 大概在57,500这么一个位置 如果能站稳这里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去介入一个合约的底仓多单的 走出了这样的一波形态结构以后的话 如果还能站稳到这个位置以上的话 那么向上的概率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增加比较大了 也就没有必要非要等到这个位置突破以后再去做这个多单 这个位置突破站稳以后呢可以去考虑加仓 好那么比特币的一个多空的一些角度 一些需要注意的点呢 我们基本上也都说到了 对了补充一点就是刚说到下面这个蓝色的一个支撑区域 如果这个支撑区域被放量跌破的话 那么我认为下面这个区域就是前一波下跌形成震荡反抽的这个区域 是有一定的风险啊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时候的一个具体情况 现在去预判呢 还是稍微有一些早啊 所以不能那么准确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的一个情况 以太坊呢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张图 这张图呢 对以太坊近期的一个走势描述呢 其实也比较清晰 在这个突破两万 突破两千八之前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是运行在这样一个通道之内 对吧 在通道的一个上一边 依然反复的一个换手测试 那么最后选择了一个向上 那么它这个通道呢 之前还是比较明显的 还有这个区域呢 就是我画蓝色框的这个区域 就是这个反复在通道上沿摩擦测试换手的一个量能集中区 也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 在突破以后呢 它的一个加速行情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样几条这个上涨趋势线啊 可以看到我给他们的这个标记 可以看到这个粗细的变化啊 越粗的肯定是时间框架级别越高的一个支撑 就是这个结构上面的上涨趋势线的支撑啊 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有四条 那么这四条呢 肯定都是目前来看都是有效的 其中上面最近的这两条加速线呢 已经在半夜的一个下跌中呢 已经被跌破了 那么它正好呢 也是这个价格非常巧合的跌到了这一条 就是第二粗的这一条这个上涨趋势线的位置 那么我们社群里也是有小伙伴在这个地方挂单 接了一个多吃了这样一个反弹啊 那么这个肯定是一个左侧交易的行为 但是呢也要恭喜这位伙伴啊 还是吃到了一个不错的反弹 目前这个单子呢 已经在早上 他刚才看到这个回测这杆趋势线没过的时候 已经走掉了 那么昨天的晚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 凌晨的 凌晨的四点钟 在这个下跌结束以后呢 当时真是有一些群友 盯盘的比较晚啊 我们会员群的一个朋友 4点40 当时就问我 这位置是不是跌完了 可不可以抄底 那么我给出的一个建议呢 当然他问的是以太坊 我给出的建议是 目前走的这个结构 抄底呢 就是达可不必了 因为目前这个位置呢 一旦它再涨上去 好 拿到这儿来看一下 稍等一下 这个图 直接这样 直接这样看 我在这里也说了 这个 这个位置抄底呢 它的风险性肯定是大于 这个直接拉上去以后再做多的 直接拉上去以后做多呢 为什么说风险小了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向下插针的动作 肯定是清洗了这个合约市场杠杆比较高的这些人 那么这样的向上的一个压力呢 就更小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插针 它还能捞回去的话 从结构上来说的话 从裸K的结构上来讲 也是一个能做多的形态 同时那样的话 上面的空间预计还会不小 所以当时给出了一个 与其去 在这个下跌过程 下跌还没起稳的时候去抄底 那么不如等它上去以后 直接去追多 或者是说 如果在下面的话 形成一些结构 比如说一些三角啦 一些头肩底的形态啦 一些这种W底的形态 除了这些形态 并且在一些重要的这个供需的一个支撑 或者说是形态的支撑 有这些重合的地方 再去做的话 你的不管是胜率还是风险都要更小 好 那么再回到以太坊当前的一个盘面呢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思路是 目前观察以太坊 它的一个走势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走势明显要强于比特币 那么比特币在大幅回调 如果说还能产生一个大幅回调 在这个过程中 以太坊能稳于这个位置 就是之前有过密集换手的 大概是这个3150附近的上面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以太坊是非常有去介入一个多单的一个意义的 并且它大概率能收获的一个利润呢 也要强于比特币 还有就是如果比特币产生止跌开始反弹的话 那么我们之前在我们的策略群里面 其实也有跟大家说过 适当的布局一部分的比特币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能要把我们的主要经历放在以太坊 或者比如说最近涨得比较好的这个莱特币 甚至一些我们根据自己的思路去选的一些山寨币这些上面 也许能带来比比特币更大的一个收益 好 那么今天的一个行情呢 其实基本也就这样 那么需要注意的一些位置呢 基本也都给大家说到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些 我们的联系方式 还有最后我们的一个免责声明 我们这个仅是个人的观点 作为讨论交流之用 不作为任何的一个投资与交易建议 据此投资呢 风险自负 好今天的一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生活愉快 交易顺利